我真的不懂货的 我跟你讲 我就是瞎挑的 挑着完了 我们打算在天空虚里面 淘几手 性价比高的福利 拿回去给大家放弄 走 这个市场里面的货的话就比较多 你看像这些珠子的话 全都是一手一手批发的 成手拿的价格会很便宜 这是要买这么多吗 不是看多少买多少 谁要先挑货挑品质 你看看这些服务的话 全都是这种小精品 颜色品质的话都是非常在线的 可以拿来做戒指 也可以拿来做项链 都是那种芙蓉底的 而且的话都是那种葡萄绿的 颜色的话特别漂亮 给你看一下 随便挑几个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很美 超级水的 冰冰透透的 董水非常好 这个老板娘挑的价钱 你给我打个麦点吗 我要挑 这一手的话里面 有很多很好看的 挑的价格会高一些 那你打一下我去看一下好不好 很实在的 你可以看你这品质 真的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我就不谈了 这没给你 我挑个几十件吧 对不对 太多了 我拿不完 可以给你挑 可以给你挑 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是最少给你的 你可以看一下每一件都是精品 底色又好 种水又好 是不是 你看一下它那个种水 但是我还是想挑一挑 你先挑吧 先挑吧 先挑啊 看能不能做成生意了 但是你不要砍我这样 不要砍的太离谱 三十百件里面我只挑了三十到四十件 应该是有 对 肯定是四百件肯定是有的 我真的不懂货的 我跟你讲 我真 我就是瞎挑的 哪里啊 一看就知道你很很懂货了 不懂货 我就是瞎挑的 挑着玩的 要只是量过关的话 其实你这些都是可以的 不会差到哪里 你看我大的小的我还不是要的 你看这种小的我一定要 我不是说专门挑你的大的 然后小的我没要 其实有的小的品质的话 种子的话也会更 少十块钱 少十块钱太不够意思了 可以的 当然是可以 可以 真的是 你看你这里是真的是我 几百件里面挑出来的 你看我有没有从意 真的平时给人家挑的话 如果价格没有办 我办一备 我是真的不卖的 可以啦老板娘差不多了 不行 下次我帮你多卖一点 不行啊 这个价格 可以的啦 一件两件三件 没有没有 几十件一起走 对不对 挑的货不是说那种 种手卖包 说实在的 我一手去 我都要卖到这个价 更何况你是四五百件里面 给我挑出那四十件精品 是不是 不是精品 你的里面每一种 我这样有卖没卖 我都没什么差的 我跟你说 可以啦 那你再给我打个CT的吧 我真的是有卖没卖 真的是没怎么 那你给我打个最低的 这个做福利也可以哦 你看他那个质量很过关哦 非常的冰 很干净 然后价格的话 老板娘开的也不是很高 然后再谈一下价钱 就是在在的 就是在在的 来吧 哎呀 你一次给我少十块 一次给我少十块 我不是 我很有诚意啦 别人我都不少了 就是唱唱跳跳跳了 吃飘的货不是一手去的 我爸娘 你人那么漂亮 人又那么好 可以的啦 不要再摸哈啦 我看你下 下次我再来的好不好 我看你下嘛 等一下我还要照片给你等 就这样了 我叫你十块钱 你让我十块钱呢 你就是成了吗 对不对 你卖的嘛 好货 咕咕咕板 品质非常好 这个货是真的真正当出的 就这样了啊 好不好 我都吃这个 哎呀 老板娘爱死你了 给你做生意 谢谢老板娘 给你 然后呢 我跟你说 你好卖的话 你要多给我拿一点 下次我还来的 我跟你讲 它这个服务的话 有四十件 每一件破品的话 都是那种 可以拿来做戒指 可以拿来做吊子 超级无敌的 颜色总水 都是非常不利物的 关键是 好货不够版 在这么大的城市 在这么大的市场里面的话 能预计自己手掉的话 已经是很幸福的 而且的话 性价比还很高 我跟你说 这种质量的 很早见了 你要不数一下呗 没事 你数一下吧 可以 来 来个袋子 你先数一下啊 数一下 喜欢吊子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了 点赞平台加关注 记得晚上七点来找吊子哦